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那麼趁著週末假日 積極的扶選來幫掃集戰壇 那麼今天早上呢 一連好幾個宮廟的參拜行程呢 都是在這個松山區 而且這個賴清德是來幫 這個立委的參選人許舒華來造勢 那麼在剛剛稍早在這個 在松山的這個慈悠宮的時候呢 那麼他也大力拉抬許舒華 先帶您起來聽 另外我們今天很多 我們雄山的屬性財政 請帶來要勤求大家 可以來採取許舒華 許舒華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他按旗郎 亂亂 冰凡的家庭出事 簡單說 生活是很困難 但是他來到台北休閣 打拼 一路都很辛苦 但是他一定都沒放棄 讓我們很感心的是 他電腦對人很溫暖 雖然說家庭困難 一路這樣困難 希望我們尚山的鄉親 跟他知道過 聽說 他沒有人不驕傲 他很困難 很客氣 他已經有雷貓 對人很溫暖 虛寒溫暖 虛寒溫暖 所以這種真的是很難 對人 好可以看到了 目前賴清德 擎袍組織站 不僅有各個專業社團的一個後援會成立大會之外 現在也是要來積極來幫小雞來輔選 並且透過母雞帶小雞的方式 希望拉抬整個選情 賴清德也透過不同的選區 以及來幫這些立委的參選人 來大力的推薦 當然也要加強跟宮廟之間的一個連結 因此今天整個早上是上有好幾個宮廟行程 都是在來祈福跟參香 也順勢拉抬整個氣勢